甚至於是要一代一代的培養 如果說今天 我們就我們全國人都吃個飽了 這個就是有人權了 這講得太簡單了 太膚脅 太皮毛了 這是不夠的 你要怎樣是這國家上軌道 能夠聞名 這需要很大的 很大的努力 不單是要法治 法治罪是最起碼的 還要教養 可是這個問題就很嚴重 那麼這個時候呢 博洋的通見也寫完了 我說趕快來接手啊 我已經待不下去了 因為呢 我畢竟要回到我自己的文學天地來 我就 還有我最喜歡的一個政治領袖 就是捷克掀起了這個天鵝龍革命的哈威 他跟我們台灣很友善 非常友好 他來過台灣好幾次 他是個劇作家 他在我們這裡也出版過不少的書 其中有一本就是他的獄中的書 你看他在監獄裡面 他怎麼樣子去 怎麼樣子寫信給他的棋子 他談的是什麼樣的問題 多麼的深刻 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文學高於政治 人權高於人權 人權高於主權 我一直希望能看到一個片子 可是我快要不能看了 我還沒有找到這個片子 就是他自己編導的一個片子 他就寫一個政治家 一個政治人物 為了爭權奪利 最後啊 他自己也變成跟他的政敵一模一樣 連那個講話的知識喜歡一個動作 他也喜歡這個動作 他用這些來刻畫這個人性多麼的脆弱 非常有意思 我很想看到 我知道這個片他拍好了 可是我沒有找到這個DVD 那我覺得他非常的 一個政治人物 我很少看到政治人物 能夠這樣子這麼愛好文學 好 那個有一個小插曲很好玩的 就是在AI工作的時候呢 當然很多人都不了解 包括情字單位的人 因為我所知 我有一次就接到一個電話 他就表示很關心啊 他說他是媒體人 他是某種報的這個總編 唉呦 我受寵若驚啊 覺得說太好了 媒體 對了那個時候呢 常常登這個AI的消息 就是向陽先生的幫忙 這個向陽先生呢 他都給我很大的天幅 來報導AI的活動 那我在AI的活動裡面呢 都在AI的裡面什麼 這個活動包括些什麼 海報的展覽啦 人權宣言的解釋啦 錄影帶啦 還有各國全球的 很精彩的畫家 包括皮卡索 他為國際特色畫的漫畫 畫的圖 畫的版畫 在成品 那個時候啊 成品也幫了很多的忙 都免費 都讓我們用場地 還有呢 那個金石棠呢 也支援我們 就全省辦這個人權的書展 就是活動有很多面向 那向陽先生呢 那時候在這個自立晚報 就提供了很好的這個園體給我 那我剛才講啊 有一個報紙 我忘了叫什麼報紙 那是南部的一個報紙 他說他是首篇 他說他很想知道AI 哎呀我說太好了 我說我歡迎你來參加 那這個過一陣子 他又打電話來 欸不是你 你來啊 我說你可以來參加我們開會啊 那他說讓我來參加你們活動 我們太好太好了啊 我想這又可以又可以宣傳了 欸 奇怪了怎麼都沒來呢 我就覺得很納悶啊 欸我就打了一個 我就主動打了一個電話 我因為你既然一而再的問我 AI活動是怎麼樣 AI的性質是怎麼樣 可見你很願意報導啊 可是你為什麼都不來呢 我打過去接了電話 我就有點怪 因為那個聲音不是那個跟我講話的人 他說我我就 我說你是某某總編嗎 他說我就是 不是 我說請問 我說我跟你不是有約嗎 你不是要來參加我們活動 你怎麼沒來呢 他說你是誰啊 我就告訴我 我就告訴我是誰誰誰 我沒有打過電話給你啊 蛤 我這明白了 我就把電話掛了 然後我就找出這個人 曾經給我留過一個 他的自己的家裡的電話 我就撥過去 撥過去了沒有人接 是電話錄音 我就發火了 我說你怎麼這麼樣的無聊啊 太可笑了 我說你啊 鬼鬼祟祟 你想知道AI 想認識AI 你就來嘛 又沒有人攔著你 為什麼不來 然後呢 就偷偷摸摸的冒充別人家的名字 說你是什麼報的總編 把他訓人的 我就很感慨 就是說情勢單位 在一個國家來說是必要的 否則的話你這個走私啊 放毒啊這怎麼辦啊 你沒有情勢單位來偵查的話 要怎麼辦 可是你這麼這麼懶惰 可以說懶惰 他一定就是寫寫報告就交了 說喔那個AI啊 根據我打電話去那個張電話說 怎麼怎麼怎麼 我看他鬼鬼祟祟祟 他一定說我鬼鬼誰誰會鬼鬼 他其實說一定不是這樣 所以你看這個良幼不齊 好的工作人員 會比這個社會 比國家帶來多大的好處 一個不盡責的 就會傷害這個國家 傷害這個社會 就是讓我在AI的工作人員 讓我學習了很多 也讓我接觸了很多 人家公民怎麼樣培養出來 而且我們怎麼樣子 能夠晉升到國際公民 跟人家的思考是水平 要達到人家的水平 這是我們夫婦在 國際特色組織裡面 學習到的東西 可是歲月催人了 博洋寫完這個通建 是1992吧 1992年 這時候他擔任了兩屆的 國際特色總會的會長 這時候他心裡面有一件 覺得要為本土做的事情 他覺得放不下來 他覺得他要為台灣這些政治受難 嚴格的說來 有些根本不是政治 莫名其妙就被抓進去了 因為我後來接觸過很多 我心想說簡直 他怎麼算政治犯了一點 政治頭腦都沒有 就隨便講了幾句話 然後我看了幾本書就進去 出來已經隨隨勞意 出來之後人關了監牢出來就換了一個人了 有的人呢 這一點上我覺得柏洋是了不起的 是很堅強的 有的人就變得很委威 很委縮 很不振作 有的就廢掉 我認識了有一個 就原住民朋友 他出來就一直上路 不能上路 還有一個呢 也是 經常來家裡拿錢 不工作 喝酒 就一絕不振 心情澀澀 他們如果當年走得平平安安 他們也很可能是我們社會上很有貢獻的人 起碼是個很本分的人 可是後來都是能夠做出一番事業的人 並不是敵體皆是喔 並不是這樣喔 那他要做什麼呢 柏洋決定要在綠島 蓋一座人權紀念碑 這個人權紀念碑呢 他第一個要請募款 然後要結合一些自同道合的朋友 譬如說像王隆文啊 像 今天也從政壇上退下來的蘇敬強 也就是一個小說家叫呂強的 我後來發現 我很早就跟他通過信 他投稿到文心的時候 嗯 沒有意思的 這個世界原來也不大 都來都去都碰到一塊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他也覺得 花洋也覺得累了 等劍碑劍好的時候 他已經是快要接近八十歲 七十九歲多 已經是那個劍碑落成的時候是年底 過幾天他就變成八十歲了 那他覺得說這個冰劍啊 這個碑上有一句話 這個話有沒有打出來 再按一遍 再按一遍 你這個都在出色組織 不是 在繼續 就在繼續 對 就這裡 在那個時代 有多少母親 可以為他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 長夜無盡 對 就是碑上就有這樣的一句話 然後呢 這個碑呢 有這個受難者的名字 好 這個也都是徵求了他們的同意的 在哪裡 因為這個受難者 有不同意見的 有的呢 譬如說 像陳映貞先生 他就不願意刻 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 我想各有各的原因 各有各的想法 那我們都尊重他們的意思 那 我想到呂秀蓮女士 她的名字在上面 適明得 適明得那一定會在上面 所以這個 總而言之呢 這是經過很慎重 經過他們的授權 不是我們小的 我們就可以把他刻上去 因為有的是 後來第二年他要求補上去 因為他當時失去聯絡了 他們要求再補上去 那我記得在落成那天 當時也有個難友啊 看到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他已經過世了 甚至於是被執行槍決了 他的家人 站在這個杯前 都是非常的激動的 就只希望說 這樣一個杯的落成呢 能夠給這個苦難的時代 畫上一個句點 因為歷史畢竟要過去 在到過去之前 我們應該給他留下一些痕跡 有一些事情不是用報復 而是要記住 而是要深刻的記在你的心裡面 才比較能夠平復 而多次吭吭吭說 哎呀算了 這個都過去了 不是這樣的 那我想我今天 大致上能夠跟大家報告的是這些 當然如果各位朋友有什麼疑問 我能夠幫助解決的 幫助答覆的 也請你們不要客氣的提出來 那如果大家很客氣的話 我可以播一段柏陽的DVD 給大家看一下 很辛苦 好 上亭外 祖道天 藏草碧烈天 藏草碧烈 祖道天 藏草碧烈天 藏草碧烈天 天之阳 祢之家 祢之家万一国 祢之家不祥之家 祢之家万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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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活到现在 而且活在台湾就是最大的幸福 为了感觉 我感觉到我很难过的时候 我把写出来 我觉得就平衡 尤其是坐牢以后 我觉得写作是唯一在坐牢的时候 你可以不放弃的行业 我老家是河南省徽县 至于说我们从哪里到徽县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有四句话 三西省黄铜县 大树下摔锅片 当时我们的祖先 为了饥荒 而逃离了三西省黄铜县的时候 就把各支派的首长 各支派的长老 集中在大树地下 摔一个锅片 一个人拿一片 希望有一天 大家重聚的时候 每个人拿出来锅片 而团圆 我哪一年神人我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告诉我 每一次诸甲政策 都要改这名字 所以郭立邦以后 我就改成郭一栋 就是现在我用这个名字 因为我坐牢 它是3月7号逮捕我的 我改成3月7号 作为我的生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 看去全国军民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倒了 那个时代真是 这个歌真是深怀念 因为那个时候 我还是第一次的男女同学 但我只是担心 担心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所身体接触到的 所享受到的 这样我们追求的东西倒出了 我们不知道它是真是坏 因为我看到很多过去的风景 我一夜之间没有了 过去很多时候 我回头一看没有了 1948以前 那时候我在大陆 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 都讲一句话 痛心的怀 中国不往往是没有天理 大家绝望到这种程度 感情非常的浓 还有一个是他对爱情的向往 因为爱情啊 等他开始写爱情小说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那种惨绿少年 不是那种浪漫时期了 他知道说爱情啊 好像跟现实的条件 非常的相关 假如没有现实条件去配合的话 这爱情就会消失掉了 那当然也还是跟穷苦有关 张学多影响非常大 我非常地佩服他 他是北京在交替的时候 他是唯一在报纸上 还连在一篇小说 写一个年轻夫妇 她被穷困 她最后是 她丈夫早上起来的时候 太太已经不在 留一个条子 下边讲对不起 那大亨们一看 血还在飘 路上的交集已经没有了 可见走了一段时间 德克宝是个女孩子 我在度小学 五年级的时候 同班一个女孩子 在我四几岁的孩子看起来 她确实是我们的 百上最美的一个孩子 唯一的遗憾 就是说我没跟她讲过话 博洋因为恒管公路 那个时候 还有一部原住民住在这里 那就谈起来 说这个地方叫什么 都叫古牌样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 原住民的语言 那我把它翻译成古牌样 古博洋 这个名字很好 博洋两字奏的很好 我最喜欢的 这种启蒙运动 一直受到左右两派的批判 比如说他们不够中国 那么博洋所继承这个传统 包括他用的将冈文化 这个词 其实都跟 比如说跟鲁迅 有一定关系 鲁迅叫做染冈 他叫做将冈 我觉得我写作《房小路巡》 我杂文不受他的影响 我小说受他的影响 我觉得他传递的信息 就是我说 我这点我认为 我继承了他的小说创作 传递的信息 有那种苦闷 他脚中上就看出来 极具轻松的对话 那是一个绝望的社会 为什么把年轻人 逼成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刚来台湾不久之后 也会发现那种情况 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办 没有盼望 盲人 哎呀 你也在我 你心海也飘呀飘 他不是詹文寫了十年嗎 就寫到老房裡去了 在老房裡我就寫 寫歷史的書 蹲在這個或者是坐在牆邊 你靠著牆 然後你把這個腿彎起來 上面放一個紙板 紙板拿報紙糊啊 就要靠著這個寫 我覺得歷史好有興趣 說歷史也就是故事嘛 就國際發生的事情 你這麼有價值的書 人家看不懂 動一條河人家過不去 尤其是每個人都在來游泳 學游泳才能過得去 就不如你自己打一個橋 大家不要學游泳就可以過得去 不讓它這麼保障就死亡了 或者是成了少數人的高級知識分的一個專利品 當初這個翻完了之後 當時我很謙虛地講 我現在這個白花紋可以維持兩百年 因為石碼光維持了將近千年 現在我發現我看維持一百年就不錯 因為語言變動比出現更快 我想假如說他沒有經過這場獄中受難的話 他可能永遠都是在寫雜聞的層次 那他完全是站在一個人民的立場 所以有很多是方案文章 而且我覺得他這本書寫得最好 我覺得最可讀性 動人而且有史觀 因為一般做歷史的人常常非常的僵硬 就說以前的人怎麼寫 就是把這個歷史的敘述把它鋪陳出來 我認為這樣是不夠的 那起碼我覺得他譬如說對人物 以及對年代 雖然是一個很小的一個突破 但是這小小的一步是走得非常的辛苦的 那我覺得說他在獄中下的功夫的話 不講那個知識通見 而是中國人史觀我覺得對他來講是一個成果 所以我看單調以後 以後你夢會出現的也單調 但是感情永遠是沸騰的嘛 因為第一個永遠想家 第二個永遠想你的兒女 你永遠對你現在這種牢房的生活 你有很明顯的這種感受 而且這感受不是一般人可以感受的 所以說我 我這一本詩集啊 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本監獄的詩集 我們有監獄詩 但是沒有監獄詩集 還有蘇貞婆什麼都偶爾做一首監獄的詩 偶爾有詩 沒有監獄文學 我覺得他的雜文功力最好 我個人比較偏愛他的詩 就是因為說他很少在作品裡面表現一種 中國傳統文人的那種溫柔敦厚 譬如說我記得有一個句子說 戴情日齊書看罷 握小窗 五歲聽黃音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意境啊 是他的生活裡面沒有的 所以呢我覺得說他本來有 可是呢因為他的追求 或者是他的奮鬥 把他這一部分啊很少呈現出來 我可以在詩裡面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覺得彌足珍貴 如今我們紀念那個島嶼 我們懷念那首歌 我就說有一個島嶼有一首歌 有一個我愛的人 然後他告訴我的這個時候呢 我才想說有這麼一個地方 那地方那麼恐怖 那麼好像菜書都澆死了 飛鳥也沒有了都不來了 是這麼一個地方 可是最後我好像有一種 有一種天真的那種樂觀主義者 我就說我們用背彎圍成一個避風港 我們用溫暖的眼神點燃火苗的希望 我們將合唱壯麗的詩章 因為我覺得這個會過去的 很感謝 這一生就是 我們多少展覽就有多少朋友 有沒有這些展覽 有沒有這些展覽 認成這種 沒有那麼多的苦 就沒有這麼多的甜的回憶 不虛一生的這樣的友情 實質上我最感謝的 就是各位讀者的朋友 這是我們活在讀者朋友的手上 是我們活在分享的 記者有алы 堅持人的